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负心意料再度大涨 医美概念股继续活跃 计算机超跌反弹 人工智能软件中科科大训飞 股价接近涨停 旁边上跌幅主要是近期强势的资源股 像有色金属 铜铝黄金 标的今天跌幅较大 那钢铁 煤炭 石油石化板块跌幅也是跟随其后 那么受这个商大这个国内期货市场呢 要调整手续费 以及一些这个降温的一个措施 影响呢 这个周期股啊 随大众商品市场这个冲高回落呢 下跌拖累大盘 盘面上呢 还不错 这个资金一个轮动 从周期股呢 回流到了这个消费股 跟一些个别科技股这里面 那经济这个数据呢 早上是发布了4月份的PPI CPI数据 那么剪刀叉呢 继续扩大 上游的一个物价通胀压力呢 还是比较大的 那还另外呢 就是 关注一下呢 今往美国方面呢 有一个4月份啊 这个核心物价通胀指数 可能对市场呢 有一定的扰动 那其他方面呢 就没有什么其他这个新的一些地方 那主要呢 还是这个通胀预期 这个不断的在市场里面博弈 那长期的流动性呢 是退出这个市场 那留意呢 短期避险情绪 会不会这个 随大中市场的一个调整呢 出现升温 那今天说一下这个资源股 那五一节以来呢 大中商品呢 不断的一个飙涨了 那国内呢 这个三大七交所呢 坐不住了 出手这个降温 具体的措施呢 包括要限制持仓的一个额度 提高交易这个保证金 那这一块呢 就看到呢 这个大中商品这个 像铜啊 铝啊 这个鲁文钢啊等等呢 这个都出现了一根上引线 出现了这个调整 那板块上面呢 稀土指数 锂矿指数 工业金属 小金属 这个煤炭啊 钩等等呢 今天跌幅都靠前啊 那风险来看的话呢 最大的风险呢 是要看这个如果加息的话呢 流动性进步退出呢 将会带来恐慌性的一个杀跌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需求呢啊 现在这个啊 要留意呢 这个会不会接下来呢 不及预期啊 尤其是印度的一个疫情加剧 那供给层面来看呢 如果后面呢 像海运啊 像一些矿啊 这个厂出地呢 如果说有恢复啊 这个这个这个放松的话呢 那可能这块一下子啊 这个供需的一个紧张会缓解 那么这个价格会有一个降温 那最为啊 需要关注呢 主要是周期性的一个厂门呢 要看会不会过 供过于求 那像呢 这个全球啊 同业的一个协会啊 实际上就提到呢 同啊 这个产品呢 在后面几年呢 包括今年呢 已经是出现了 供应过剩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从抽期的角度呢 一旦出现那种周期品的 供过于求啊 那这个股票市场呢 会提前一两年呢 就会做出这个反应 那高位见底之后呢 调整向下要留意呢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迹象 那一旦跌破位的话呢 也不建议呢 这个去进行这个补偿 那第二个板块呢 白酒股啊 今天呢 呃 这个桂楼马台涨4% 五粮业呢 涨4% 海天卫业呢 涨5.29% 呃那像前期这个节目里面介绍过的这个酱油果 啊 中期高薪呢 今天 股价涨停啊 那主要是在 啊 股权激励的一个消息刺激 但这个不是什么新消息了啊 但是呢 这个很有可能是资金的一个轮动啊 悄悄板的一个效应 那么呃 这一块呢 我觉得今天涨到这个白酒板 啊 这个食品板块呢 主要也是啊 这个物料成本上行呢 可能这个通降通胀的压力呢 带来这个提价预期 提供这个涨价的一个基础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白酒的一个顶级商业模式了啊 资金呢 反反复复进行这个配置啊 但是呢 要留意一下呢 啊 始终一季度一些龙头标的呢 业绩增速放缓啊 啊 那是不是只是一种超跌反弹呢 啊 至少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呢 并不是特别吸引啊 那另外呢 就是估值阶段 估值来讲呢 应该说上个月份也是消化了挺多啊 那后面业绩怎么样呢 是需要等待观察 啊那暂时呢 是作为一种悄悄板效应之后啊 这个白酒板块的回升啊 好 那么这个上面的提到这些 这个股份啊 没有持有 那么明天节目里面呢 好 我们再见